这个婆婆把怀孕的三儿媳赶去地里插秧 转头却把怀孕的女儿从婆家接回来 说是怕婆家也让女儿下地插秧 接着还命令大儿媳煮点年糕小豆汤 给女儿独自补补 在吃年糕小豆汤时 老太婆告诉孙辈 千万别给别人说咱吃年糕小豆汤了 这可不是谁都有 这小孩哪能守住秘密 老三和媳妇从地里回来 小侄女一吐露嘴就说了吃小豆汤的事 还说独自姑姑一个人就喝了三碗 龙三跑进屋里 替阿信问母亲要一碗年糕小豆汤 老太婆此时还在打马虎眼 说家里又没啥喜事 哪会做年糕小豆汤呀 龙三气愤的说 在家里不干活的人喝三碗小豆汤 在地里拼命干活的人连一碗都不给 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此时阿信刚好进来 赶紧拦住龙三让他别说了 婆婆却又发火了 说你们本来就靠着我们 我怎么做还要你管 龙三更气 我干活正吃的反而成了依靠你们 阿信见情势不对 把龙三拉了出去 虽然他也觉得不公平 但龙三有这个护着自己的心 阿信已经很满足了 他甚至一点不恨婆婆 因为结婚时婆婆就无限反对 现在又跑了一起生活 婆婆不舒服是正常的 他希望龙三别再为自己和母亲生气了 他只求平静地挨到生产的那一天 阿信的人让和拼命干活 受到了家里其他所有人的认可 大哥夸他能吃苦 田里的活多亏他 公公看阿信精神不好 就让休息一天 刚好产朋友来看肚子 顺便给阿信也看看 婆婆却不同意 说哪有农家媳妇 看个产播要休息一天的 公公反驳他 那独自不是一天到晚闲逛吗 硬是让阿信休息一天 可公公刚走 婆婆就叫着龙三唠叨 说做媳妇哪能光休息 我又不是没生过 搞得我虐待阿信一样 你爸一说让他休息 他还立马就答应了 你是个男人 好好管管自己媳妇 龙三默不作声 只能告诉阿信 忍忍吧 阿信这哪还休息得了 又下地干活了 吃不饱 活又重 一段时间后 阿信虚弱到不行 竟不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可婆婆看见他 还是不管不顾的骂他娇贵 龙三替阿信说两句 婆婆又说龙三太惯了媳妇 所以阿信才这么懒 农家媳妇哪个不下地干活 所有的话都让他说了 一刻不停地追着龙三挑阿信的力 可阿信坐在地上 是真的一点力气没有了 另一边的独子悠闲地躺着 老太婆关心地跑过去伺候 这晚大哥也看不下去了 提议让阿信休息 公公也是这个意思 还特地跑去给阿信说 可婆婆又拉着龙三唠叨 龙三实在听不下去 只能去给阿信说再忍忍 第二天阿信只能继续去干活 公公出来一看 把龙三骂了一顿 连自己的媳妇都不心疼 你怎么当丈夫的 然后又严厉地对阿信说 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也要爱护呀 最后跑到屋里 给妻子下命令 必须让阿信休息 阿信休息就休息了 可婆婆没有给他一个好脸 动不动还要撂两句话 什么光吃饭不干活 脸皮厚装可怜 老太婆和女儿坐在那 是一刻不停地挑阿信的理 阿信也来气了 面条煮好 她也不吃了 老太婆刚好抓住把柄 逼着阿信吃完 这阿信还怎么休息得下去 第二天又跟着下地了 没过多久 快要生了 院里只能一个人 阿信被安排到了院外的仓房生 大嫂实在看不下去 给阿信拿来了分娩时用的布 然后交代了几句 她也是这家的儿媳 当年也是一路吃苦吃过来 其他多的也帮不了 只能助阿信生个胖忙吧 这一点好心 阿信感激不已 很快生产的日子到了 龙三和阿信刚下地回来 大嫂就说肚子要生了 让龙三去接产婆 阿信一个人回到仓房 他此刻也出现阵痛 他自己垫上油纸 再铺好布 有了一胎的经验 他知道还要一阵才会生 就没立马叫龙三 另一边的肚子难产 老太婆把一切都怪罪给阿信 说肚子要有个三长两短 绝对要杀了阿信 老头还是明视力 让龙三去看看阿信 龙三说 阿信有时会来叫自己 他还是担心母亲牵怒阿信 想着等肚子顺利分娩 此时母亲着急忙慌地让请医生 龙三冒着大鱼跑了出去 老太婆心惊难战地替女儿祈祷 另一边的阿信 也到了分娩时刻 正要出门叫龙三 大鱼掩没了他的声音